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全世界 投资朋友今天礼拜二 台北股市终于有一点比较像样了 今天有点收高 有点收在最高附近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价钱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价钱指数 价钱指数也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标准说明天是关键 明天要周选择权 事实上价钱指数还是在这里 因为昨天是黑棒 能不能过昨天的高点那就看明天 尾盘当然不可能 那头顿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今天这个样子 美国股市不弱 科技股还在创高 台北股市如果明天没有带量长红 毕竟明天是周选择权 明天一定要长红 不然就是整理 那一样明天最忌讳就是长黑 本来今天是有可以长红的 本来今天台股市可以长红的 是可以长红的 本来是可以长红的 可是只是有中红 中小红 中小红 并没有很明显的上涨 它还是在这个区间 所以明天一定要长红 而且要带量 去化解危机了 到时候我们空单补一补 那我们的空单到底怎么样 看嘛 这个 6209的 今天还破低 今天还破低 金国光 今天还破低 破低之后稍微弹上来 空单续报 如果明天没有长红 我们就继续要再空 当然 指数走到这边很多股票也不太对劲了 投资没有 我们来看我们金旺超盘软体 像这个叫大中 大中 今天 北盘稍微弹上来 又是这样 大中 这个 已经快有点 有点不行了 明天会翻黑 这股票明天会翻黑 大中 都已经在跌了 可乘 北盘稍微拉上来一下 可是也不对啊 可乘是这个样子呢 可乘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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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大涨 直接涨停板 才对啊 逆多那么多 今天法说会 当然也很好 尤其恐恐 这个老板印象都讲好的 很少讲坏的 一定很好 那明天如果再跌 很多股票都不太一样 都是要小心的 8261的 复顶也是 有没有看到 8261复顶 那今天 第一天下跌 复顶 手盘第一天 第一天下跌 这个都 在某个时间点啊 都已经不是很 很棒的一个走势了 所以我说 同志们 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明天最重要 明天也是确定 我们要 怎么样要不要再供电子 好机会 这两天我是比较没做电子 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只有这档电子而已 这档 这档 叫乙顶嘛 有没有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乙顶 连长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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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顶啊 有没有 比特币概念 我最近不做只剩这一档 最主要的 所以它 它是低润的 乙顶 有没有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有没有 有没有 这是我们唯一的电子股 其他我们 几乎没有电子股了 几乎没有电子股 在这边绕 我说做股票 是观念问题 现在整个盘面上都在什么 都在LED LED跟无线充电 可是无线充电 大概也不太行了 你看那个零通 你看那个零通 骨架也不太对劲了 不太对劲了 那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 差异上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所以我说明天是关键 苹果很强 这是苹果 这苹果的骨架 你看就知道了 这是苹果的骨架 你看 还在创新高 昨天还在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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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苹果这样 这个做法 是多头的做法 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可是国内的苹果爱工呢 你试试看看 6456的什么 GIS 你看 GIS 一直跌啊 今天还重挫 还跌了3% 3406玉金光 有没有看到 继续跌 你这玉金光继续跌 继续跌 明天又要去破底了 继续跌 玉金光啊 杨明光 3504的杨明光 杨明光 你看这笑什么话 杨明光 每一个时间点 都在涨这个原油的概念股 包括原物料的族群 包括涅价 包括涅价 涅价 涅价怎么看 差一点点又创新高了 没有意外 今天晚上会创新高 涅价 所以我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加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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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加码 加码张远 今天继续加码这个 我认为明天 再一根长红棒送你 我不会首先跟你乱讲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国内的业内主力 现在有些 在电子股身上 还来不及抽身 还来不及抽身 这个股票 今年可以赚接近两块钱 你今天看看什么 什么 4596的 LED没有错啦 4956的 你看到没有 涨价板 23块 光宏 有没有 今年看能不能赚五毛钱 光宏看能不能赚五毛钱 今年能够赚五毛钱要偷销了 今年如果能够赚五毛钱到八毛钱要偷销了 股价二三十块 二三十块 但是呢 这一些啦 今年可以赚两块钱的 甚至长龙今年都还在杀 都不太对 今年可以赚两块三块的股票 才十几块而已 这些大幅成长的这些 这些原物料出现 如果放在电子股 早就五十块六十块了 早就五六十块了 三六二七的原相 今天是杀尾板 从大涨 也是财报公布很好之后杀尾板 今年最多也是三块四块而已 这股价一百三十几块 我要跟大家讲 接下来 除非明天 台北股是用带量长虹 那电子股有续涨的 可是不要忘了 油价越涨就越不利于电子股 油价越涨就越不利于电子股 所以我们今天加码这是什么 加码张员 加码不锈钢的族群 那一样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 捏一下 再次捏 要创新高了 哦 我们再来看 捏要创新高了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原油 纽越原油 纽越原油 纽越原油都快要六十块了 它只要来到七十块 股市就崩盘了 捧捧就真的来了 看来不是不可能哦 沙烏地阿拉伯那个事件 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会影响多深 原油是这样标 原油是这样标 我还是哪换一句 不要做错了 你看阳明光中错 回挡三成了 你看郁金光跌的快五成了 你电子股现在如果做错了 一回挡你来不及跑 你麻烦大了 明天台北股市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时间点 明天台股 我再讲一遍哦 明天台股 明天台股 多头只能长红 如果明天台北股市又涨不上去继续整理 但是就怕明天出现带亮长黑 请赶快加入我的NAT 明天最重要 小老鼠外衣S528 小老鼠外衣S528 请你加入我的NAT 台股星空六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